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想先在天津发展一段时间 所以你就奔着他来了 我是专门就是比尔叶去天津找到他 这就算为爱情是吧 对 是吧 但是来了之后好像说你们的情感反而疏远了是吧 对 其中就是他可能就是对我有一些不满 说我就是对他控制力太强 就跟他三观有点不合 异地恋期间怎么样啊 其实这个事情从异地期间就有矛盾在里面存在着了 就比如说他说我跟朋友一起就是出去玩总忽略他 但是说实话我在天津的时候 刚开始跟他是约定好了 我们每天会视频或者是打电话之类的 刚开始前半年一年的样子还很好 然后之后他就说越来越没有话题聊 因为他在那边就属于三点一线嘛 去上课然后吃饭回宿舍打游戏 然后我在学校这边就是活动比较丰富 就有社团或者是有工作室啊那些的忙 然后他就觉得他那边生活很单调 他也就不愿意跟我去分享那些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你想说什么 或者你看到什么好玩的 好吃的或者什么的 你都可以跟我讲 我也都愿意去跟他说 或者是他有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 他也可以都跟我讲 我都完全就是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嘛 然后他就觉得没有什么说的 然后我这边跟他说我很开心的事 或者是很烦的事 他就会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然后他就觉得我又体会不到你的快乐 我也体会不到你烦心的那种事情 然后后面我就也逐渐的 不怎么跟他讲这些事了嘛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没有话题 但是这三年不是还是坚持下来了 是吧 来这儿生活以后应该好了吧 因为我是专门来天津去找他嘛 我想在这段时间多给他一些相处的时间 然后可能就会联系他有点频繁 他就开始抱怨我控制欲太强 不是说控制欲太强 就是说就比如说我的朋友 也是属于他们到天津来找我玩 然后还有就是我哥哥 就是那种有血缘关系的那种表哥堂哥 他们有时候过来找我吃饭 就这种关系他都会觉得是你的男性朋友 就回去就跟我大吵一架 这个你一起陪着去不就行了吗 不是亲戚吗 对啊 为啥不陪着去啊 就是他比较好的朋友亲戚的一些 我是会陪他一起去的 我就是不满意的就是他经常有很多 就是比如说今天吃个饭 然后之后就一两年不见的朋友 然后我就觉得见这种朋友没有必要 但是他却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女生交友广泛 你等于来了天津之后觉得跟他的距离还是远是吗 虽然人在一起但是距离很远是吗 对 其实就是他是那种就比较宅的那种人 他也没有圈子 然后包括他在原来的那边 他也不怎么跟女生交流啊之类的 不是挺好吗 然后他的圈子说实话 我数来数去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他就会觉得我一旦跟男生交流过多 就是我的不对 然后他就会说我都做到了 不跟女生交流不跟女生怎么 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能做到呢 你是觉得他要求过分了是吧 对因为包括我跟 就是表哥呀或者是表弟呀出去 他都会觉得就是男生就不行 就是作为男朋友来说 我确实对于他的一些就是跟男生的交往 我确实会有一点不高兴 跟亲戚的这种交往你也不高兴吗 亲戚的话不会 你看人家不会吧 但是每次我跟他说 我今天表哥过来我跟他一起吃个饭 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说 哎呀我怎么没有这种妹妹可以请我吃饭呢 就是这种特别阴阳怪气的语气 基本上每一次出去都是这个样子 好 你刚才说了他的圈子很小哈 你圈子是不是特别大 应该算是比较大 你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平时会就是弹吉他呀 然后摄影呀这一类的 他都不喜欢 对 那你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算是同学 然后也是属于就是在一个朋友 就是圈认识的那种 还有什么不合吗 还有就是他不愿意去听我说 就是我这边发生的事情 在家里他也是属于他看手机 然后我比如说想跟他分享一点 我跟朋友去玩 然后怎么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天天都在跟朋友出去玩 每天都是这种事 那你说来说去反正都是玩 那你跟我说也没用 你去玩你的就行了 那你是天天都出去玩吗 也没有天天都出去玩 通常出去会干嘛呢 通常出去就跟朋友逛街 然后比如说去喝喝下午茶 去看个电影之类的 这是归根起底还叫 我对你的社交方式不是特别满意 还有其他不合的地方吗 他爱玩电脑游戏嘛 然后我也玩手机游戏 他就觉得是 我经常会跟我朋友一起玩 一玩就是一晚上 但是就不愿意陪他一起玩游戏 我以前是愿意去陪他玩的 就比如说他玩英雄联盟之类的游戏 然后我也去学打这个游戏 但是你知道刚开始打的时候 就打得很不好 我就会被队友骂嘛 然后我就想着说他作为我男朋友 就最多帮我说两句话或者是什么的 他就会说你菜你就应该被骂呀 你就活该被骂呀 他就这么对我说 说完了之后本来那场游戏 输了心情就很不好 你安慰我一下不行吗 他就说世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家都是菜过来的都是被骂过来的 你有什么特殊的呢 然后我就宁愿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去玩游戏 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不会照顾人 因为我属于那种自由性特别强的工作嘛 就是需要个人在外面跑会比较累 因为是跟朋友一起的工作室 我回家之后可能就想休息 他在家里也是就躺在床上 或者躺在上方上也不动 然后我回来 有时候他就吃外卖 点外卖可以过一天的那种 但我觉得外卖这种东西 就是卫生可能差一点 我就说我回来就是你做个菜呀 但是他不会做菜 刚开始学着做了两个 然后我就说他 我就说这个菜少一点盐会怎么的 他就觉得我在骂他 我说他做饭不好吃 最开始都是我做 我做的时候他觉得不好吃 之后他就强行不要我做了 我没有强行不要你做 我就只是跟你说 这个菜可以多放点盐或者什么的 然后后面你就自己就不做了 然后他就不做饭了 你怎么会喜欢上这个男生的呢 我也莫名其妙了 因为刚开始就 就在台上面就这么几分钟 我就真觉得这两个人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因为刚开始觉得他挺老实一点的 这不还是挺老实吗 对啊 但是生活在一起之后就太闷了 就比如说我跟他一起出去玩旅游 大家可以享受旅游的乐趣 就有什么想玩的呀那些的 就赶紧去玩或者怎么的 然后他就会嫌远 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太晚了回不去酒店了 这一类的 就完全就是省钱 省钱 然后要么就是省时间 省时间 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比如说一些时间的安排 然后我害怕回不了酒店 所以我就会放弃一些就是时间去玩 因为我自己是个比较保守一点的人 但是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我可以安排就是晚上晚了 然后怎么怎么回酒店 路线那些的我都可以规划 然后他还是觉得太远了 他就不想去 他就想回酒店休息 行 这女生吐了半天草 我估计让你继续吐草 你还能吐得出来 你有什么觉得女生不好的 不合适的 小浩子 我觉得比如像他跟我说的 我像我朋友少啊 然后话不多呀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性格问题 但是说我像我要求他的 他能不能多陪我一点 少陪一些他的朋友 我觉得他作为女朋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可能我性格 要我就是很快地改过来会很困难 但是他多出一件事情来陪陪我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你现在要求就是多有点时间给我是吧 对 其他没要求了 其他没有要求了 我的天哪 这孩子挺有意思 我问问 你们俩花钱什么的能花在一起吗 花钱的话就是我可能花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特别省 省分两种 一种是省自己让别人花 还有一种省就是自己也省 也让对方省 他属于哪一种 自己省对方也省的那种 比如说今天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吃贵了 那种西餐嘛就比较贵 可能两个人吃下来就六百多七百块钱的样子 然后他就会说我 你花那么多钱去吃那个东西 又没有尝出什么味道 那你花这个钱去干嘛 还不如去吃点便宜 然后又好吃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有共同爱好的 但是可能一第三年吧 我感觉就是 就是我的圈子逐渐都不一样了 然后他还停留在那个圈子里 当时认识他也是因为画画人似的嘛 但是除了画画 就基本上没有可以分享的东西了 就嫌他单一而枯燥了是吧 是 主持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嫌我单一吗 其实我在原来我的那个地方 其实有认识很多朋友 但是为了他 我放弃了朋友 我去了天津 因为我在天津是没有朋友的嘛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还是跟以前一样 其实你带着他近几年朋友圈不是挺好的吗 带着他一起玩吗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跟我的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之类的 我说带着他吧 他就觉得你认识的那些朋友都属于什么吃两次饭 又不一定见 就是经常联系 然后他就不愿意去跟他们打交道 他说你联系一两次有什么用呢 那就不算是朋友呀 所以你现在的应酬的时间比陪他的时间多 客观上是还是不是 是 你一周能陪他吃几次晚饭 一周一次两次左右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纠结什么呢 我就是想他能不能偶尔放弃一两次 又回来了 你提个大要求行吗 你别天天就在这儿 我就是希望他能多陪陪我 跟个小怨妇一样 你干嘛呀 你是男人 小怨妇啊 哎呀你多陪陪我吧 你对你们这段情感怎么看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嗯 我觉得合适 因为毕竟走了这么多年了 好嘛 就是因为时间长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姑娘 我觉得不太合适 不合适你为什么不跟人说不合适啊 我之前有跟他想聊过这个问题 不是说咱们圈子不一样 然后或者是我们俩现在喜欢的东西 你别跟我绕圈圈 你还想跟他接着谈吗 现在就很犹豫 就是在分手和不分手之间 犹豫着是吧 对 你是坚决不会分手的是吧 我不会分手啊 这个他来的时候跟你商量过吗 他来的时候跟我商量过 你同意他来 对 来天津多久了 半年多 半年多了 就发现你心里面就开始 我是不是应该选择分手是吧 对 因为觉得 好 那你给我一个跟他分手的理由 因为现在我们俩之间 又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 每天就是各干各的 然后他又要求我去陪他 但是我确实 因为朋友嘛 就时间经常会撞到一起 我也就没有办法去陪他 好 这个犹豫的另一部分 就是不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不分手的理由就是 我觉得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感情也不是说 说断就能断得了的 就比较还是 所以不分的理由是因为 毕竟异地三年了 对吧 对 在一起不容易 这跟男生不分的理由是一样的 就是这么一组年轻人的 小冲突小矛盾 异地三年终于熬得云开见日 男生也为了女生投奔而来 但是女生其实在心里发现说 好像我们不是那么合适了 是吧 对 那应该怎么办的这段关系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郭红兄 我非常欣赏女生的坦诚 你感觉你们这一段情感 你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对吧 对 你们现在生气的时候还能吵架吗 生气的时候能吵 但是他就一定要分出个对错 还是会吵 对 吵架的频率是以前多还是现在多 以前多 现在已经连吵架的频率已经直线了下降了 对 因为不想再吵了 其实蛮可怕的 我为什么说可怕 因为你们的这种情感愿怯区 已经到了连吵架的激情度在下降 似乎感觉两个人一起没有东西可以吵了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的年轻人都经历过 即使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也在反思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 我突然发现我也经历过那个时期啊 那怎么去破解呢 我们去制造一点新鲜感 我们去保持一点好奇心 甚至双方有意识的 我们适度的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对方一些空间 做一些尝试 再努力一把 如果真的挺不过这个瓶颈的情感愿怯区 那我们好和好散 但是如果挺过去了 有很多 燕消云散 真的不开乌云 他最后进入了这一个相守期 仅仅供你们参考 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 我只是谈一点 我自己个人的切身的这一种感受 刚才赵川老师在访谈你们的时候 我一直在回忆我的年轻的时候的脸 真的就这么走过来的 谢谢 谢谢伯黄兄 来 曲总 我特别好奇一件事 你们热恋过 我们热恋过 什么时候 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天天出去 对啊 不就是毕业之后 到上学之前 对 然后不就是上学之后就分开异地了吗 然后之后上学那一两个学期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还是在热恋的状态 因为一回来我就会去找他 对 我也会一起出来 是的 但是我从你们的回忆当中 并没有体会到你们曾经热恋了 听到的是什么呢 你们在异地恋 相处时间很短 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相互没有共同的话题 你的生活很单调 他的生活很丰富 对吧 你对他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 而他呢也无法了解你的生活 你们没有有效的交流 你们中间缺乏共情 这点非常重要 我不觉得你们有个激情 即使有一也是非常短暂就分开了 因此你们没有真正的谈到一起 谈恋爱谈恋爱嘛 你们了解了什么 大学那几年生活你们了解了什么 不了解 你到了天津为了爱情 显然之前的异地恋没有发现的矛盾 在相处当中就发现了 你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性格互补的人 是可以在一起生活得很美好的 但是你们缺乏共情的这一点 这是情侣当中最最重要的 所以啊 你们压根就没有热恋过 如果一段爱情没有这种激情 没有热恋这种开始 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所以答案非常简单 尽早地分开 及时的止损 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好不好 就这样 谢谢曲总 刘娜老师 很简单嘛 男生没有女生丰富多彩的生活重要 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那么多新鲜感 每天眼花缭乱 见各种各样不同的朋友 给你带来的刺激和新鲜感 它没办法满足你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异地恋的模式没有转变过来 你们现在跟异地恋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区别 对啊 没有区别嘛 就是反而这个人出现在天津 你会觉得 还挺多余的 一 干扰我交友 二 不让我买这买那 天天还得在我眼前晃 我还得找时间陪他吃饭 太烦了 其三就是 我觉得他不是你生活的重心 但你是他生活的重心 错位就错位在这 所以 他会给你很多的压迫感 让你紧张 让你有压力 让你喘不过来气 那是因为你的生活太丰富多彩了 他的生活当中只有你 所以 很简单 如果不爱了的话 或者说你觉得你需要的是 那些新鲜感重要于他的话 那就 真的离开吧 要分手的话别纠缠 谢谢 谢谢莎莎老师 陆琪老师 你从哪儿来的天津啊 从四川 四川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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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良心建议 你没有为爱现身的能力 天津不是你的家 回去吧 赵川老师一开始就问了你们一个问题 问你们合适吗 后来我听了半天啊 听了一圈啊 发现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合适 所以你们回答的问题是那么多年了 那么多年就是合适吗 那为什么会不合适 但是你们又要在一起呢 我有一句话 叫 我很爱你 但我受不了你 为什么两个人相爱又会受不了对方呢 这不矛盾吗 这不矛盾 很简单 因为你们建立了情感连接 但你们没有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很简单 你们以前谈的不只是一段异地恋 可以这么说 你们以前谈的是一段网链 谈的基本上是一段网链 网络大大弱化了你们生活里面的一切 生活的细节 面对生活的能力 面对生活的方式都弱化 网链大大强化了什么 交互的文字能力 所以网链其实是 把情感连接这个东西给大大强化了 你们会觉得我可爱对方 所以我这样说 网链异地恋 不破坏感情 感情不破坏 它破坏是什么 它破坏是亲密关系 没有建立一起真正的亲密关系 你们住到一起才知道 哪哪都不对 说明什么 有感情的两个人 但恰恰过不到一块去 两个人就算是只建立了情感连接 建立不起亲密关系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其实是有办法的 必须要两个人都有共同的适应能力 改变能力 磨合自己的能力 你恰恰没有 你还是停留在那个小小的圈子里面 小小的自己的那个窝里面 但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你或者你们都没有为爱现身的能力 所以各回各家吧 就这样 谢谢陆起老师啊 什么时候就不喜欢了呀 其实就是在 就是大三左右的时候吧 早就不喜欢了 那你干嘛让他来呀 这个事我认为特别不好 其实他早就不喜欢男生 你完他说来的时候就算了分手吧 我真的我也不想回去 我也不想耽误你 你用一千种理由 你就别让他来了 让他干嘛 我是觉得他来了之后 可能会有就是不一样的 对啊 就是还是骗自己嘛 就是你们其实知道 男生可能后知后觉不知道 女生其实已经先知先觉地知道了 他已经意识到了这段感情 可能就在一个边缘上 又想做努力 但是真的来了有范围 那你就应该他来了 你不行就赶紧再告诉他呀 你不能再给他幻想了 就是舍不得 不太好意思说出来 你可就是不好意思和舍不得 是两件事 咱就把今天把话说开 谈恋爱失败是对的 就这段恋爱的失败 恰恰告诉你一件事情 恋爱不能靠想象 真实地在一起 真实地了解对方 真实地知道对方的需求 真实根据对方的需求 做自己适当地调整 不是因为对方而变 你把这件事记住就行 大胆地说出来 不喜欢了 不合适了 不再爱了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我可能不是一个这么完美的人 但是我想要去改变 如果你心里面就是对我还有一点 还给我一点机会的话 我想跟你就是重新开始 真正去融入你的圈子 去尝试着接触你喜欢的爱好 跟你有更多的话题 其实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融入我的圈子 我是希望你也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也有自己的圈子 不是说所有的事都是为了我而做的 因为这样的话 我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在上面 所以说我更希望你有真心的朋友 你也能去体验一下 就是大家一起玩 那些的时候的那些快乐 那些感受 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东西 还不可以直接说 行吧 年轻人吧 挺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加大压力 veterć 食层 留在 味道 青 第 牛 髒 是 我们 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